虽然不是2小时半的深度人文解析 但千呼万唤 《沙丘》第二部预告解析我终于来了 没有错 星际公队还可以再等等 The Spice must flow 大家好 我是超理方 没有错 我们又来到我最爱讲的主题 《沙丘》了 之后肯定会有连续好几部影片 各式各样世界观介绍和深度解析 在什么样的怀源地面玩呀玩呀玩 所以不想错过的话 千万要订阅加上小铃铛 这部11月上映电影与其称为续作 更准确来说其实是《沙丘》的下集 因为《沙丘》只有改编小说前半本 所以这集故事会紧紧接在上一集结局之后 如果想要复习《沙丘》所有背景故事 可以回去看看频道上的旧影片 这边就尽可能不再重复 第一部剧情我也只间短回顾一下 时间是几万年后的未来 宇宙被一个封建体制统治 德高望重的Atreides家族 在皇帝史丹姆四世的安排下 从世仇《沙丘》家族手中接下沙漠星球 《沙丘》的管理权 厄拉克斯又称《沙丘》 是唯一生产全宇宙最珍贵的物质 香料的地区 香料能够演练异兽 让人类智力和体能都加强 同时也是太空旅行的必要物质 这一切虽然看似恩赐 实际上却是陷阱 由于Atreides公爵威胁到皇帝的权利 于是他就借刀杀人 透过《沙丘》家族之力剔除敌人 公爵对此心知肚明 遭已做好准备 却因为遭到属下优以仪式背叛 所以无法阻止阴谋 最后Atreides势力被歼灭 公爵的爱妾Jessica女士和儿子Paul逃到黄漠 并且加入沙漠民族Framan人 如果说上集的内容 是描述Atreides家族来到厄拉克斯的陨落 那么下集就是关于Paul如何从深渊爬出 击败敌人 并且爬回权力巅峰的故事 根据导演Denny Villeneuve形容 这部更会是一个史诗战争动作片 但同时多方势力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会延续下去 预告其实还没有把所有的新角色都秀出来 所以我们就暂且先聚焦在有登场的人身上 最开始我们看见Paul和Chene坐在一座沙丘上 Paul正跟Chene描述他的故乡卡勒丹的海洋 水在厄拉克斯是极为珍贵的资源 弗瑞曼人甚至要穿上回收身体水分的蒸馏服才能生存 所以Chene对于Paul说的话感到不可置信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第一集中弗瑞曼人领袖Stilgar对于Atrellis公爵致敬的方式 就是在地上吐口水 或者是套剑术大师Dencan Idaho的说法赠予身体的水分 Chene是生态学家Lit Kainz博士 跟一名弗瑞曼人生下的女儿 她从小就是在这个战斗民族的文化中成长 也经历所有试炼 所以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战士 这边隐约可以看见Chene的眼睛是湛蓝色 这也是长期吸食香料所造成的影响 在沙丘以外的地方只有权贵才能拥有这种眼眸 但是厄拉克斯的空气中就混杂着香料 所以弗瑞曼人眼睛全都是这个颜色 Paul从还在卡勒丹的时候就不断梦到Chene 所以两人一见面就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 题外话因为Paul一直梦见Chene 但这里Chene问他说 你又没有梦见你自己第一次骑乘的时候 有没有梦见你的第一次骑乘吗? 有很多次 相较之下Chene有比较抱持防备的心态 但由于他被指派担任Paul的向导 所以两人关系就越来越接近 他们的爱情故事会是这部电影的焦点之一 也是影响宇宙政治版图的一段重要关系 紧接着我们看见Jessica坐在一个轿子里 看起来像是用某种生物的皮肤制成的 说不定是沙虫吞下来的皮 她的脸上满是看起来像经纹的刺青 呼应Paul在第一部预知梦中看到的样貌 Jessica是Benet Jesuit女修会的成员 这是一个不断在暗中透过软性手法 引导宇宙政治走向的一个神秘组织 长年以来组织持续在各个星球散布迷信和传说 让他们能够透过宗教力量发挥影响力 同时也透过优生学和基因研究 试图创造出一个能够同时看穿过去 现在未来的救世主 Paul和Jessica之所以迅速被排外的弗瑞曼人接纳 关键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刻意去实践 弗瑞曼人的宗教预言 让Paul迎合他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救世主形象 Jessica脸上的刺青很有可能是弗瑞曼人宗教领袖圣母的重要标志 一般来说圣母是Benegeseret的高级执嫌 但是弗瑞曼人社会中也有相对应的人物 在他们语言中称为Syadina 要成为圣母就必须在特殊仪式中引用生命之水 又称真言者之药 这个镜头中出现的应该就是这种药物 生命之水这个名称相当讽刺 因为一方面这是透过淹死杀虫的幼虫制成 另一方面这种物质也带有剧烈毒性 许多人都尝试过这种药很多很多 但每一个人成功 尝试然后失败全都是这样 哦不 他摇了摇头 他们尝试然后全都死 若是服用生命之水并且存活下来 就能够读取祖先的回忆 这也是为什么圣母拥有超出常人智慧 从鲜艳的双眼来看 这一幕应该就是Jessica从仪式中苏醒的画面 Jessica感到头晕目眩四周一片死寂 身体的每一根尖锣都接受这个事实 他感到自己是一粒有知觉的围尘 甚至比任何亚原子力都还要小 但却可以运动 可以感受周遭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部我们就已经知道Jessica正怀着身孕 生命之水的仪式也会对未出世的孩子造成相同的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出生就拥有成千上万年纪一的小孩会是什么样子 而小说中也确实出现这样的小孩 Paul的妹妹Aleah 这孩子不比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大多少 却只有远远超出他那个年纪的沉着冷静和丰富知识 成年人震惊地发现 当大人们开着有关两性之间的笑话时 尽管那些话很隐晦 她却听懂了 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目前在预告之中没有出现 但毕竟她在原著中有非常重要的戏份 应该也会现身 另外在小说中 当一名女性成功在仪式中存活成为圣母 大家基本上就会开个全交派对 但这种内容通常都不太会被搬上大影幕 况且书中其实也没有对这个狂欢趴的具体内容进行太多描述 所以就算没拍出来 大家也不用太失望 接着我们来谈谈这段旁白 她几乎用一种历史纪录片口白 在描述Atrellis家族在厄拉克斯的下场 这个人物就是皇帝史丹姆四世的大女儿 历史学者Irland公主 由白寡妇Florence Pew饰演 在原著小说中 每个章节开头都会有一段Irland著作的截录内容 上一部电影是以Chene口白作为开场 或许这部开头将会从Irland视角出发 虽然她在小说中第一集登场篇幅并不多 不过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沙丘看作是Irland公主 事后回顾这段时期所写下的历史记录 第一部中 炮曾提到她打算跟皇帝女儿政治联姻 以防范内战爆发 可想而知 她想取进门的就是Irland公主 但她明明有这个意图 却又跟Chene谈恋爱真的很不应该 Shteym四世总共有5名女儿 没有儿子 这也是女修会为了增加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操作 Irland更是被女修会训练成为类似储备圣母的角色 不过她终其一生都没有进行仪式 相较于小说 电影似乎增加了Irland公主的戏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做法 因为照例来说 她应该也有参与在这段历史中 但小说只有让她在结局露个脸而已 此外 Irland公主是后续故事中相当关键的角色 如果《沙丘》有机会拍更多续集 提前让观众认识她 也是一件好事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也就是在小说中 Paul跟Irland联姻之后 Irland一直想要帮Paul生下继承人 但是Paul只想跟自己的妾Chene色色 所以Irland有非常多时间 都处于深归怨妇的状态下 对《沙丘》小说有80%都是哲学和政治辩论 剩下20%就是各式各样的色色 我没有在开玩笑 这跟故事无关 但Irland公主在这个镜头里穿的服装 应该是Paco Rabanne的时尚设计 有点像盔甲和宗教服饰的复合体 充分展现出高冷难以清净的气息 是个蛮有趣的选择 回到预告我们听见Jessica对Paul说 你父亲不希望源源相报 反映出Litho公爵的气度 这或许是她为什么这么受爱戴 以至于被皇帝羡慕嫉妒恨到死 但就算Paul不打算为她爸爸报仇 还有很多时间让更多悲剧发生 让她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反击 这里Irland公主正在和某人对话 猜测应该就是皇帝 她将会有断居风格很突出的老牌影仙 Christopher Walken饰演 公主猜测Paul可能还活着 当然我们观众也知道她确实还活着 书中也有这么一句话 是姐妹会的言语 见到尸首前 不要想当然而以为她已经死了 即使见到以后 女人就有可能被假象蒙蔽 我们知道Harkonnen家族暴政同管Arakis 而且持续尝试歼灭弗瑞曼人 但说不定Paul成为弗瑞曼人领袖之后 就开始用她的贵族军事训练 让弗瑞曼人更有效反扑 而皇帝在困惑这些人怎么可能变那么强的时候 公主就提议可能他们得到Paul的协助之类的 下个镜头出现Atrellis瞎的将军 也就是Paul的武术老师Gernie Halleck 上一集他在暗算职业跟Harkonnen势力交手之后 就从电影中消失 当时他理了平头 在这里头发有点长 就表示Gernie可能要等到Paul加入弗瑞曼人好一阵子 他们才会重逢 接着这不定重要反派终于登场了 这就是Austin Butler饰演的Fate Ruther Fate是Harkonnen男爵的另外一名侄子 也就是野兽Robin的弟弟 他和Robin不论外形或特质都天差地缘 Robin是个缺乏主见 粗鲁又讨人厌的野蛮人 Fate是个聪明俊美 充满个人魅力的野心家 两人唯一共通点 就是他们性格都嗜血残暴至极 这边我们看见Fate在经济场里 跟另外一名光头交手 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对手 也是一名来自Harkonnen母星 结底主星的人 但更有可能这是Atrellis家族的Lanville中尉 有电影特级统筹 袁罗杰饰演 这段视觉处理不仅让人想到雷神索尔艾尔雷霆的暗影领域 这个手法真的很酷 希望更多电影都映塞一段黑白桥段在里面 此外可以看到两人都手持双刀 仔细看似乎可以看到两把刀一短一长 在小说中 短刀上面是有涂毒药的 但还有个更有趣的设定 拿短刀那只手是穿白色手套 拿长刀那只手则是黑色手套 白色代表毒药 黑色代表纯洁 但这里看起来是把手套这个设定拿掉了 男爵对Fate有相当高的期待 认为他拥有坐上皇位的资质 所以从小就给他最精良的教育和训练 男爵计划在未来让Rabbit接管厄拉克斯 进行恐怖统治 然后再由Fate篡位 使他成为人民眼中的救星 不过Fate并不知道叔叔的安排 所以血气放肛的他有自己的打算 Fate可以说是Paul的黑暗镜像 他们都是强盛贵族家庭接班人 都接受顶尖栽培 也都是Bene Jossard御种计划的产物 稍微回头去谈一下生命之水的仪式 在过去所有尝试过这个仪式的男人们 全都死悄悄 只有女人成功完成 但问题是这些圣母们 只能够读取女性祖先记忆 男性祖先的记忆 下意识会让他们感到深层恐惧 Bene Jossard女秀会长期以来的目标 就是培育出称为Quizat Tadrach的先知 而这名先知正是能够在仪式中存活下来 自由看遍所有祖先回忆 并且动悉未来的特殊男性 如果当初Jessica有听从女秀会指示 生下女儿 那么这名女儿会和Fate联姻 生下的孩子不但会集结两个巨大家族的势力 同时也会是引领全人类前往光明未来的 神话及政治领袖 也就是他们原先计划好的Quizat Tadrach 问题是就女秀会所知 Paul已经死了 所以Quizat Tadrach的希望就减存于Fate的基因之中 这就带到另外一个新角色 由Leia Seddu饰演的Margo Fenring女士 Margo也是Bene Jossard成员 丈夫是皇帝的密友Hazmir Fenring博决 相当特殊的是 他们夫妻俩都忠诚服从女秀会一致 在小说里Margo曾警告Jessica 告知Harkonnen家族打算对他们不利 但这纯粹是因为女秀会不想要失去Paul的基因 而不是出于善意 预告中我们看见Margo坐在观众席 看着Fate战斗 后来两人又几乎看起来像是要接吻一样 直到女秀会对于先制基因的执着 应该能够推敲Margo女士接近Fate的意图 没错就是把她关进瑟瑟监狱 不过在小说中 Fate明显是第一次见到Margo就想要跟她瑟瑟 真是个美人儿 相比之下 皇室的后宫嘉丽都黯然失色 Fate战斗想 她随即说道 夫人今天我将为您杀戮 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将在竞技场上把胜利的光荣献给您 但是Margo故事中戏份不止如此 至于她还会做什么其他的事 这边当然也先不提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预告片花最多篇幅描绘的奇杀虫这件事 对Franman人来说 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里程碑 通常12岁左右就会训练这项技能 这也是Franman人在沙漠中迅速长途旅行的方法 而如果你是一介外来者 想要成为这个民族一份子 当然就得学会怎么骑 我知道各位心里一定在想 沙虫不是没事就一直潜进沙子里吗 这样是要怎么骑在他身上 好问题首先 沙虫猎捕食物是透过感应沙漠表面震动 所以安装一个会发出规律超级声的机器在地上 就能引他现身 这一段Steel Guard还提醒Paul不要耍花招 大家本来就知道他很勇敢了 这句话是直接从小说里移植的 接着就要用Ghosto将沙虫身上一片鳞片掀开 让沙子涌入间隙中 沙虫皮肤受到刺激 就会把他掀开的鳞片朝向天空 避免摩擦让他身体受伤 而且在鳞片归位前 都不会再潜到沙子里 这样来骑撑者就可以利用Ghosto去拉扯沙虫嘴巴 进而操作他的移动方向 这样来大家也都学会怎么骑沙虫了 下次去厄拉克斯玩的时候可以亲自试试看 接近尾声 Jessica对Paul说我们带来希望 Paul却反驳那不是希望 这段对话指的应该就是他们母子透过人造宗教 给予弗瑞曼人一个愿意死中追随的领袖 Paul因为梦境的关系 清楚知道这条道路终将导致他成为屠杀上百亿人的暴卷 即使如此 他似乎还是没办法避开这个未来 一步一步成为众人所期盼的那个假救助 这个主题我之前已经在我的万字解析中讲得很详细了 等一下可以去看看 确实Jessica相信弗瑞曼人对于Paul的迷信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他们正在充简未来 这就是他们奋力攀登以求实现的目标 而这些头脑简单的人 这些庶民 现在满脑子转的都是这个美梦 儿子所需要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正是这个 有一个奋斗理想的人民 这种人最容易受热情和宗教狂热感染 只要运用得当 他们会像利剑一样所向披靡 朋友却极为恐惧这种盲目追随会带来的后果 至少一开始是如此 不管什么事 只要一沾上他的鞭 就会招致死亡和悲哀 他简直像一场可能会传遍宇宙的大瘟疫 而预告片最后我们就看见宿命的对决 飞摊Paul两人手持匕首 在众人围绕下对峙 开打前Paul再度做出Duncan的敬礼 并且说出James和他交手前说的那句话 愿你刀毁人亡 让我们看见这段旅程一路走来 在他身心上所留下的痕迹 相信之后还会再持续释出宣传材料 到时候我应该会再继续为各位补上额外资讯 现在在这段画面上连结看更多沙丘深度解析影片 我是超粒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